歡迎收看全民風車吧 大家好 我是宜辰 有沒有看到這個非常帥氣的車門 非常帥氣的開場 對 我們今天要試駕的車款 非常非常的美 它是 BMW 的 i8 那麼這一台車呢 我覺得不管是在它的外觀設計上面 還是它車輛的本身 或者是它在歷史的定位上面 我認為都足以讓它進入 汽車的名人堂行列 那麼很可惜的就是 BMW 原廠呢 在 2019 年年底的時候 正式的宣布 BMW i8 即將在 2020 年的 4 月 全面停產 走入歷史 今天我們很謝謝聖橋國際的老闆 還有工作人員的協助 讓我們有機會 一睹 BMW i8 它的風采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那麼目前在台灣原廠呢 其實還是有在販售 i8的 不管是 Coupe的版本 或者是 Rose的廠棚的版本 目前台灣販德是有販售的喔 售價以及編程表 幫各位放在這個地方 約莫一千萬左右 看你購買的車型就兩款 那現在我覺得入手 i8 你可以購買二手的 其實非常的划算 例如說今天我們試駕的 雖然它是2016年款小改之前的 但是它的售價已經達到了358萬 所以我認為CP值是很高的 那以這一台車 它在歷史上的定位的話 其實有很多很厲害的地方喔 它是第一台搭載了 雷射頭燈的量產車 再來它在外觀造型設計上面 也獲得了IF設計大獎 紅點設計大獎等等的肯定 那甚至它在BMW 自己的品牌裡面的定位 它也是首量採用了 Plug-in插電式的油電混合的跑車 那在整體的銷售量來說 停產之前啊 全球的銷量已經達到2萬台以上了 是全球銷量最好的 插電式油電混合跑車 這個在歷史上的意義 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包含BMW原產也做了很多 不同的嘗試 不同的配置導致呢 它在開起來駕駛起來的感受上面 我認為跟一般的BMW車款 有很大不一樣的地方 等一下都會跟你分享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外觀 以外觀造型設計的話 我真的很佩服BMW的團隊喔 i8各位還記得嗎 它推出的時間很長很長了喔 在2014年的時候推出 各位想想看 6年前喔 6年前的設計 但是你回過頭 現在來看一看 i8它整體的造型設計 你要說它很前衛啊 很科技啊 非常的流線 開在路上多少人回頭看 它的造型設計 真的是超越那個時代好幾年 那以車頭來看的話 跟傳統的BMW 給人的感受上完全不一樣 現在的BMW 是不是雙盛型水箱護罩 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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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i8上面 你完全看不到 它在雙盛型水箱護罩裡面 有任何的造型 而且它在整體的面積比例上面 是比較小的 同時搭配了一個非常銳利的雷射頭燈 現在很流行的是LED頭燈 對不對 那通常進燈的時候 大概是100公尺 前方可以看得清楚 LED開到遠燈的話 非常厲害 300公尺內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雷射頭燈呢 如果你開遠燈的話 它就是Double的距離 可以到600公尺 所以這個是雷射頭燈 它厲害的地方 那包含在頭燈的設計上面 它也跳脫以往BMW的家族設計 以往可能會看得到 MGO ICE的日行燈 但是在它身上沒有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U型的設計 重點是在小改款之前 在車頭引擎蓋上面 都看得到一個 非常大面積的散熱孔 那麼這個傳統車輛 叫做引擎蓋的這個蓋子 掀起來的時候 它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你需要在車門兩邊 各有一個拉環 各拉一次 你才能把它開啟 而且往上掀之後呢 它沒有任何的油壓頂桿 或者是引擎蓋的這個頂桿 完全沒有 你需要拿一根螺酸 把它固定住 但是為什麼它會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最主要 這邊並不是給一般的消費者 常常打開來使用的 它其實是有必要的時候 才由技師人員從這邊打開 那裡面呢 你是看不到引擎的 因為i8採用的是後置式的引擎 前面只有兩具電動馬達 那最主要打開之後 你還會看到 非常巨大的intercooler 跟它的散熱風扇 那也是因為 它這樣的擺放喔 這樣的配置 所以它其實車頭 可以做得非常的低扁 跟Lamborghini也是 它採用的是後置式的引擎 所以車頭低扁 而且寬大 看起來格局就完全不一樣了 車側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造型設計喔 以車高來講的話 真的真的非常的低% 甚至不到1米3的高度 所以站在旁邊你會覺得 哇 這台車真的好矮好矮 但是以它的車長來講的話 4689mm 其實它就是一個標準 中型房車的一個長度 但是比較好玩的就是 BMW維持它的短前懸式的設計喔 所以它的軸距呢 也拉得特別的長 2800左右 好 再來就是它的車體的造型設計 非常非常經典的就是 在它的車尾 有一個籠空式的設計 分成的上下兩邊 所以你從前面看的時候 它的車尾營造了一個 非常類似爆歸的造型設計 但是呢上面這邊 變成是分離式的車頂 這樣有一個好處喔 就是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汽流可以從這邊快速的通過 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風阻係數 下面呢 風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會從下面貫穿上來 再從後面的引擎室 把廢熱帶出來 非常巧妙的空氣力學設計 也讓它的風阻係數呢 來到了0.26 相當棒的一個表現啦 再來就是車門開啟的方式 歐義式的造型車門 兩邊都打開 甚至把後面也同時打開的話 兩個車門後行李箱這樣看起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心 那它的車體結構以及車門 採用的是碳纖維的 你從它的紋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即便它是採用上纖式的設計 但是受益於它是碳纖維的關係 所以很輕用一根手指頭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操控它 有沒有 那另外像這樣的跑車 在上下車的時候 也因為它的結構的關係 側邊有一個非常粗的門檻 所以你就會想 這樣怎麼上下車 一般人的直覺上下車的時候 大概是這樣 這樣就很痛苦對不對 而且如果是女士的話怎麼辦 穿著裙子的話這樣非常難看 所以通常在上下跑車的時候 會提供大家一個標準的上下車方法 就是你先坐在門檻旁邊 然後慢慢的把你的屁股 往後滑進椅子 雙腳翹起來 那如果你是女士的話 你穿著裙子 也可以非常優雅的把雙腳 這樣轉進來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那在下車的時候當然 你也可以把雙腳轉出來 然後手扶著這個門檻 這樣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方式 好 接下來 鋁圈的造型設計 採用的是雙色切削式的 前面寬度是215 後面來到了245 那這台車前面有講過 它是插電式的油電混合系統 它的充電孔 在這個地方 加油孔的話 在右後方 車位的部分 是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它在整體的造型 元素堆疊上面 我很少見過一部車 它的元素用了這麼多的 同時在後面 它也充分的利用 鏤空式的車體結構 做出了一個很好的 類似C字型的後燈組 全部用LED燈來勾勒 包含了方向燈 也很好的藏在了這個地方 所以在整體夜間辨識度來說的話 你遠遠一看你就知道 這個是i8 而且這個造型 你一定會被它吸引的相信我 那i8也是少數 沒有用上大型唯一的跑車 那它有自己獨特的空氣力血 可以產生足夠的下壓力 這也是它獨到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 這台車你找不到 任何排氣管的地方 它採用的是隱藏式的 因為i8 它當初推出來的時候 就講究的是低排放量 而且非常環保的製造過程 例如說它的碳纖維車體 或者是它的鋁合金車體 在打造的過程當中用的 要嘛是風力發電 要嘛是水力發電 完全都是天然的 他們主打的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概念也是滿大膽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行李箱空間 開啟的方式 後面沒有任何的按鈕 或者是電磁法 你必須從車內開啟 或者是用鑰匙這邊的按鈕 長時間按壓才可以打開 好 打開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的行李箱空間 非常的小巧 很可愛 它的行李箱容量呢 大概放一個20吋的行李箱 應該就滿了 所以如果兩個人要出去 三天兩夜 兩天一夜的話 建議你帶軟的 帶布包 這樣比較好塞 那另外這個板子 拆開來之後 裡面就是它的後製式的引擎 1.5升 三缸的 但是我建議大家都不要去做 這樣的操作 因為不管是傳統車輛的引擎蓋 剛剛看到了 或者是i8 它的引擎蓋開啟的方式 都很不人性化 而且都很不好開 所以從它的設計 你就可以知道 它不是給一般消費者 常常在那邊開開關關的 所以就是把它鎖好 好好享受你的跑車 對不對 我們上升看看 標準上升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i8它的內裝鋪陳 首先呢 要提醒你它是一台跑車 所以黑化的車頂 而且非常非常傾斜的擋風玻璃 如果你開不習慣這樣的跑車的話 坐進來你就會覺得非常的壓迫 而且坐著點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你可能安全感會比較不夠 但是我要提醒你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大致上呢 它用了大量的皮革 搭配藍色的縫線 來裝點整個內裝 那這台車它用的是淺色的皮革 搭配了很多類金屬的飾板 那甚至在門板的造型上面 也是大量的皮革 而且它的氛圍燈質感很不錯 這邊也有氛圍燈 還有Push Start附近 那另外的特色就是 前方三幅式的造型 但是不一樣的是它的皮革 以及藍色這一圈它的包袱 在一般的BMW車款上面 是看不到的 還有很特別的就是 在座椅的鋪陳上面 一樣是咖啡色的皮革 搭配藍色的縫線旁邊 還搭配的織布 而且它的椅背 做了一個薄型化的設計 為了就是 要爭取更多的後座空間 那它的後座空間嘛 實在很不想面對 但是 好 等一下再說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在內裝的配置上面 這是一台2016年的i8 那各位要想想想看喔 2016年離現在四年了 所以你現在車上看到的 例如說 這個多媒體螢幕 iDrive系統 它已經是上一個世代的系統 那雖然它是外匯車 但是它裡面全部都是 繁體中文 但是你說要跟現在這個世代 iDrive系統比的話 是完全沒得比的 甚至Android Auto啊 Apple CarPlay啊等等 它都沒有 那麼前方有一個數位儀表板 雖然是數位的 但是其實它的面積並不是很大 在不同的駕駛模式之下 它會有不同的造型設計 那好玩的就是 如果我在S模式 我又切回Comfort的時候 你看看排檔桿會發生什麼事 好 Comfort 它會自動幫我跳回來 所以基本上呢 這是一台非常電子化的車吧 即便它是2016年的車 它也是這個樣子 那除此之外 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到 BMW它的特色 例如說這些 黑色的硬質的塑料 你會發現它的質感 真的不是很出色 例如說對比它的 同期競爭產品 在2016年推出的車款 不管是賓士啊 還是Audi啊 它們在整體的用料 材質的選擇上面 其實都比BMW還要高很多了 你看這台車喔 在台灣售價 原廠啊 快要1000萬的身價 但是你看它用的硬質塑料 還是如此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質感 都是BMW一直需要加強的地方 那另外中央安座很寬很大 因為在下面呢 其實有離電池組啦 中央扶手打開之後 裡面提供的空間 也是非常非常小 而且現在你還可以看得到 它提供了一個車內 手機的一個機構 但是現在一定是用不到的 旁邊有小小的置物空間 好 雖然很不想 但是 我們去坐看看後座吧 這怎麼上都不好看啊 OK 坐進來了 天啊 天啊 好 坐進來了 後座真的是非常舒適的 覺得好像坐在家裡的沙發 那才怪 這是一台2加2的跑車 所以後面基本上就是完全沒有西部空間的 然後頭部呢 就是也完全沒有頭部空間的 就是我必須要歪著頭 我才可以 才可以不拋到車點 然後 後面的椅背坐起來很直挺 不只直挺胎有點往前推 也就是說後面做小朋友才可以 那比較有趣的就是它後面還提供了兩組的 Isofix的鎖扣 有人會在後面抱小孩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在上下車的時候小心你的腰 好不管怎麼樣 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我們趕快去試駕吧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車款是 B&W的i8初代款 2016小改款前的 小改款之後當然有一些改變 但是因為 畢竟也絕版了之後有機會的話 再為大家試駕 跟大家分享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好嗎 那麼另外提醒各位一下 這台車是由聖橋國際 提供給我們試駕的 等一下我們結束完之後呢 我們會把這台車 原封不動的放回那個地方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親自去看一看這個車 我覺得車款是滿不錯的 那也因為這個是店內的商品 所以我們今天會很小心 很溫柔的試駕它 然後我們盡量的還是要分享 很多的心得給各位 這台車呢 基本上它在車體結構上面 就用上了很多的好料喔 例如說它的車體跟它的底盤 料件是分開的 它是複合式的材質 除了看到鋁合金色之外 你還可以看到某些部件 甚至用上了M Power的鋁合金的拉桿 上面還有一個M的灰式 哇 那種感覺真的非常好對不對 再來就是前面提過的 它的車體結構 大部分都是用碳纖維 把整個車體給包裹起來 這樣做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當遭受撞擊的時候 你有一個非常棒的車體強度 再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重量 重量可以大幅的降低 這台車喔 4米6多的車長 但是寬度超過了1米9 然後呢搭載了兩個馬達 還有高壓力電池 還有引擎 還有兩顆變速箱等等的這些東西 但是各位你知道嗎 它的車重居然不超過1500公斤 它的這個1.5T直列三缸的 汽油污輪增壓引擎喔 雖然是1.5T直列三缸 但是呢它用上了很多的科技 例如說TunePower Turbo啊 或者是可變的氣門等等 或者是它把它的壓縮比降低了 把增壓值變大了 讓它的輸出的功率都可以更好 我們來隨便比較一下市場上 同樣都是1.5T直列三缸的引擎 它的數據怎麼樣 目前大家最熟悉耶 非常熱賣的1.5T三缸 福特 Focus 大家應該很熟悉吧 對不對 好 我們再回頭看看i8 一樣1.5T直列三缸的 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但是最大馬力 已經遠遠的超過182匹 來到231匹 大了快50匹馬力 你說扯不扯 那扭力呢也是突破了30公斤米 來到32.6公斤米 可不可怕 這就是什麼技術碾壓嗎 好 再來喔 這個是引擎的部分喔 別忘了 它在前輪左右 各安了一顆電動馬達 中間安了一具兩速的變速箱 讓它把動力串連在一起 它的最大馬力可以來到135匹 最大扭力已經來到21.5公斤了 所以後面的1.5T直列三缸的 汽油渦輪增壓引 加上這兩具電動馬達 它的縱效馬力來到362匹 最大扭力已經來到58.1公斤了 各位 以數據來看的話 它是不是一台跑車 沒有錯 它就是一台跑車 而且BMW它用了一個很創新的思維 在打造新世代的跑車 因為很多人我知道它習慣的 就是要大排氣量 很大的引擎 然後很大的升降 OK 我了解 但是如果現在用這種傳統的思維 來做跑車的話 也是OK的 但是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最明顯的 當然就是環保法規 現在越來越嚴格了 再來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你的重量沒有辦法妥善的分配 因為引擎就這麼大顆嘛 要嘛放前面 要嘛放後面 那怎麼樣放 怎麼樣配 你要做成50比50 其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BMW早在2014年的時候 它就提出這樣創新的 新穎的科技加入 拿來打造跑車 後面放了downsizing的引擎 前面塞馬達 中間塞離電池 然後用了雙材質的車體結構 打造出這一台i8跑車 然後呢獲得一個巨大的迴響 巨大的成功 全世界熱賣 不是沒有原因 那另外安全配備我們來聊聊 這2014年的車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算是標準以上 但是絕對不到現在的車有ADAS 這是你在購入它之前 你必須要想清楚的 好 再來就是在整個駕駛的感覺喔 這真的是今天的重點喔 我覺得它在整體不同的駕駛模式之下 它的個性很多變喔 我現在用的是Comfort模式 我覺得Comfort模式 最適合一般在台灣日常駕駛 而且因為它有搭配電子的避震器 所以當你轉到Comfort 不只它的出力啊 它的換檔啊 甚至在它的整體懸吊表現上面 我覺得在台灣 都是比較符合這個 所有人道的表現 我這樣舉例喔 為什麼要說人道 因為下面還有一個Eco Pro 假設你今天開出去 你真的很想要很節能的話 你可以使用Eco Pro 但是用到Eco Pro的話 它連冷氣的這個冷度啊 它都會做限縮 所以你的車室裡面 會變得有一點熱 如果以正中午來講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幾個人 受得了啦 對不對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調整到Comfort就好 但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節能的話 我會建議各位這邊有一個E Drive 按下去之後它就會告訴你 你現在可以使用純電的程度到哪裡 使用純電甚至你的時速 超過100公里 這台車如果你開回家之後 我會建議你就直接Block in 直接充電 然後充完電之後隔天開出門 它可以允許你純電行駛 大概30公里左右 大家小改款之後呢 因為它的電池容量有變大的關係 所以它純電行駛的容量 大概在50幾公里左右 這個小改款之後還是有一點點的差別 但是如果你每天通勤的距離不長的話 基本上一滴油都不會耗費 就算現在你的電用完了 你開始啟動 你的引擎開始在作動 但是你還是非常的節眠 因為它排氣量畢竟只有1.5而已 而且當你在用汽油行駛的過程當中 它還會慢慢的再回充你的電池 所以在這一來一往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你在日常通勤 你會很享受你開著一台跑車 但是你的油耗表現 卻比你的同儕可能開著一般的 渦輪增壓車還要來得更好 這是一件多麼吊詭的事情 很多人很在意的就是 我一台跑車耶 我需要聲浪耶 1.5T哪來的聲浪 當然原廠的工程師也深知這個道理 包含他們自己的M-Power 調教得也非常的悅兒 所以1.5T它真的很難製造出 V6 V8那種聲浪感 所以在車內他們決定用的是模擬聲浪 而且這個模擬聲浪 是採用V6的聲浪 去做轉速啊 一些動態的調整 讓它在整體的聲浪 跟你的動作媒合上面 幾乎可以達到百分之百 會讓你完全的覺得 就是你的車輛發出來的聲浪 我們來聽看看 這聲音很好 這聲音很好 而且那個貼背感受 時速0到100公里 大概就4.3到4.4秒左右 然後在整體的動態表現 帶著大家體驗一下 它採用的是前雙A背後多連桿 在過彎的過程當中 雖然它可以達到四驅 但是它不會讓你感受到 完全安定的感受 完全安定的感受 那是誰會給你的 那是Audi的Quattro會給你的感覺 但是BMW不會 不管它是二驅還是四驅 它在整體彎道過彎的過程當中 都會帶有一點點不安定的感覺 賦予給你 例如說這一台車 如果你用Comfort 你又開得很快 它有一點推頭的感覺 畢竟它大部分的時間用前驅 但是當你調整到Sport之後 在比較激烈的駕駛過程當中 就比較常會出現轉向過度 也就是後輪驅動的一個特性 但是你會發現喔 很好玩的就是 前面兩個輪子加入電動馬達之後 它會做很多的介入以及操控 讓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馬上把這個轉向過度 這種效應消逆變得很中性 而且馬上把你救回來 我覺得啊 如果真的要說一個缺點的話 就是它的循跡防滑系統 介入的真的是太多了 它沒有辦法很放心的放手 讓我去試一試 它一直在抑制我的轉向 一直在控制我的轉向 但是當然為了安全的話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好 但是要講講它的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 在有時候彎道的過程當中 一出彎之後 我覺得它變速箱有時候慢了一點 導致我在某些 比較激烈駕駛的情況 一彎出去之後 怎麼會突然間失去了動力 沒有動力 它似乎在調整它的檔位 也就是說它這一具 Steptronic 6速手自排變速箱 我覺得它還不夠聰明 跟它ZF那一顆8速的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一些些 其實一開始開會有一點不習慣 但是開久了 你漸漸的會掌握到它的節奏 它的確在駕駛的節奏上面 跟一般的油車比較不一樣 然後出彎 它在節奏上面 更為明快 跟汽油車那種需要拉轉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營造得很像電動車的感覺 但是卻有濃濃的聲浪提供給你 那種感覺 真的是很 蹦出新滋味的那種感受 我上一次開到這樣類似的車款 就是HONDA的NSX 哇 你看BMW 終究它就是BMW 對不對 喔 怎麼辦呢 好想買喔 可惡 好 我們先冷靜一下 我們先回到限時喔 我知道BMW的車更不用說 它的跑車開起來一定是非常過癮的一件事 但是有幾件事情 我會強調它的CP值很高 358萬 很棒的一個很甜蜜的入手點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歸到限時喔 並不要因為我這樣的試駕影片 然後你就很衝動的去購買一台車 你必須要考慮很多事情喔 雖然它1.5T 每年的稅金也很低 然後它也很省油 它開起來也非常好上手 很好駕馭 沒有什麼跑車的怪脾氣 但是你還是要想清楚 墊墊你自己的包包 自己的經濟的狀況 再來就是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買車容易 養車難 這台車358萬買回去之後 那你後續的保養呢 你的停車呢 如果真的碰撞了 如果真的有零件故障了 需要維修的話 你能負擔得起嗎 然後再來就是 這樣特殊的車款 有些料件 可能不是常備料件 有東西一壞之後 或許你要帶料 兩個月 三個月 甚至四個月 我覺得都有可能 所以這些都是你在購買之前 需要想清楚的 車子喔 是一個理性購買的物品耶 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衝動 就去購買 雖然我現在也很衝動 但是我會不斷的告訴自己 我要冷靜 我要冷靜 畢竟i8真的是很棒的一台車 好啦 不管怎麼樣 今天就是試駕 BMW i8所有的心得 分享給各位 希望各位不要衝動的去購買它 好嗎 好 那現在 我們就要把車 好好地還回去 我好捨不得 好想再多開一下 可以嗎 老闆 哈哈哈哈 好啦 看了一下吧 好啦 我們去玩這啦 我是以錢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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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